自古粉蓝出cp啊 你们还记得我给你们拆过织乌猪毛绒盲盒吧 它的二代盲盒果然是小猪系列 来咯 6加1 隐藏是这只小兔子的异色 它这个盒子很像是那个小饼干零食的盒子 老规矩从重到轻开始拆 重量我给你们总结在视频最后 是这个艾梅猪 差一点就隐藏了 哇 这只我只想说设计师太懂女生了 把织绒的小猪毛绒绒的小兔 还有粉色都结合在一起了 我腿的少女心拿捏呀 这个毛绒填充也非常的扎实 摸上去手感特别好 配件是一双粉色的鞋子 瞧它这小猪蹄可以给它穿上 穿上鞋秒变乖巧宝宝 而且更方便摆着 不会倒 第二只没味猪 你看它这小尾巴 这只是只小猫吧 怀里还抱了颗蓝莓 莫非你是只蓝猫 这胖乎乎的身体手感真的太好了 小象居然叫仆气猪 这只的蓝色特别的治愈 有象耳朵 象牙 还有象鼻子 后边的尾巴还是弹力的 这太逗了 怀里抱了一串青蹄 这是你最爱的水果吗 最后一只既然没隐藏 那我就许愿个小狐狸吧 是这只小柴犬 它叫猪很忙 也行也行 你们看这小柴还挺可爱的 这个尾巴也有点像芒果 它这黑的是想表现芒果身上的黑斑 但是我怎么觉得有点像蛋黄哥 你们看它要是不穿鞋也能立住 但是这个脚是悬空的 稍微一碰着有可能会倒 但是如果穿了鞋子 它就坐得非常的稳 不得不说呀 设计师真是很厉害 这只乌猪的二代盲盒 把小动物和水果结合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个创意也很棒 那我拆出来这四只 你最喜欢哪个呢